然后那个露露你可以回忆一下 就是在剧组里面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深刻的印象 我这两天一直在苦思冥想这个问题 我想到有一点 就是说我就是已经领和饭了 然后我躺在那里要演一个尸体 然后这个时候你们 耿叶婷他就是叶清雨他冲进来 要拦住你 就是咱也不剧透了 你有没有想来 他当时那个装面是怎样的 我知道太可怕了 我的天啊 他当时就是一整个被人吸干了 然后进来之后 我一整个诈尸 我更像尸体 你这个装面是什么东西啊 真的 是在拍丧尸剧吗 真的我俩都笑场了 我一再说 我说你可以跟他说词吗 我说我看不了他 然后你知道吗 那场戏我也想起来了 有一个贼搞笑的小细节 就是我不是要在你面前吐血吗 耿叶婷一巴掌那个火过来 然后我就过来 过来帮你挡住嘛 然后然后你就在我下面 然后我就在你上面 然后吐一口血嘛 我真的生怕吐到你脸上 然后吐的时候就在那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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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搞笑因为你正好就在我下面 我吐的时候只能这样吐血 这太喜剧了真的 然后因为我还拍着你呢 我就怕如果吐在你脸上 你的眼睛这么突然一眨 就很搞笑 反正我那天是很开心 我终于可以躺那儿演戏了 但是演到后来发现 我要憋气 哈哈哈哈 拍到你的时候确实是要憋气 憋死我了 急不行了 所以还是得给你鼓个掌 真的点个赞 可以 你们比较辛苦那场戏 都是大情绪 对那场戏的情绪挺大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场戏 那场戏还挺精彩的 就是有网友说 昨天咱们不是发了那个十二神的这个海报嘛 大家都说很好看 然后说除了明夜 其他十一个神穿的都挺凉快的 就只有明夜穿的比较保守 就是能不能回应一下 为什么明夜穿的那么多 我觉得其实首先我看到那张十二神的海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还真的是挺好看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那种冬黄有点像那种 对有点像那种 壁画卷球一样的那种设计 真的是特别的漂亮 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明夜穿的多呀 我觉得明夜他是一个比较有难得的神仙嘛 是不是 毕竟是桑九的这个丈夫 以婚男的自觉 对 以婚男人的一个自省自觉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是看着这样的明夜就够了 看看其他神仙的这些短袖短裤 我觉得没有短裤 短袖裙子其实也是还不错的 所以明夜是一个守难得的神仙 嗯 好了算回应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陆陆陆你要回应的是 就是有网友发图说桑九的应援服 是一个红绿配色的那个图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过 就是一个贝壳 这样这样翻开的 我其实今天就是收到了一个快递 我在犹豫要不要给大家展示 请展示 可以展示啊 可以展示一下吗 等会我把我的机位先往后摸一下 哎呀 哇 这穿好了是吗 不要啊 你机器在哪呢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呀 哈哈哈哈你这是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你太能整了 就是那个贴心的网友帮我就是准备的 你不要太荒谬 明燕 这个网友太厉害了 明燕你在吗 我觉得明燕看到这样的公主绝对 我这个人的精神好像有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喜欢那个就是 就是三九明燕这一段的人都可以准备这个应援 我觉得你的粉丝都可以穿着这个来应援 就是一堆小半壳 还挺可爱的你们不觉得吗 这给我累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我们的预告片 说我们好像几乎十个镜头里面有 八九个都在吐血 可以聊一下我们剧组的血包 我跟你 我跟你跟 我跟你应该是吐的最多了吧 对我刚刚也讲了 你看就是我吐血的时候都要顾及 这个 露露的这个盛世容颜都只能这样吐 我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就是跳成楼那一段 我们是先拍的后面 对对对一个间隙的一个 对一个间隙的问题 我们先拍了后面之后 我们的脸上都是一大块的血 后来我们再往前拍的时候 我跟罗老师两个人 就必须吐成那样 对就特别的难 但是我觉得真的露露真的太厉害了 你也很厉害好吗 我记得我是三条你是四条 而且我们那天要在演戏的过程中 就是吐一口一口接一口 吐成那个样子 你是真的吐了四条出来 就一句话一条那种 硬深深的把那场戏给接上了 就因为我们拍戏真的是先把后面吐完血的那个血给拍了 然后你吐的时候叫吐成那个样的 露露三条我记得这样好像是 对我是这样 然后三条正好就完全一模一样 我们就在互相感叹上 哇真的是厉害 说吐成什么样就吐成什么样 真的是 然后 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要去表现 我们怎么样的吐血 而是说我们的这个剧情里面的这个情节 它推动到了一个高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有一些 这种这种东西的表现 才能够把那个氛围 烘托到一定的高度 所以大家其实该可以在正片里面去看 虽然我们很多吐血的镜头 但是其实它并不突兀 对